10月8日 长期持有鸿海稳赚但散户办不到 作者 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 分享 留言及追踪 台股上星期反弹了三天 这是因为鸿海9月营收爆炸的好 这就让一些法人 投资者对于苹果概念股有期待 结果这些苹果概念股开完后 只有鸿海独营 剩下都不怎么样 美股的费成半导体还因为台积电9月营收不好 而大跌6% 当然台积电也是跌了6%左右 台积电今年最高股价来到688元 星期五收在438元 合计下跌了250元 跌幅36.33%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不要以为台积电这种大型全职股就不会让你的融资断头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在688元买到 你融资差不多快要断头了 星期五又跌了6% 台积电很有可能就会出现400元保卫战 以之前台积电正常的股价净值比3.2倍来看 现在台积电净值96元 3.2倍的股价净值比股价约310元 所以不要不信邪 你在最高点688元买到 你还是有可能赔五成的 哪怕你是2021年的年限600元买到 跌到正常台积电股价净值比3.2倍 你都会赔掉五成的资金 这就是买到股价净值比太高的风险 我常说 如果你常常在那幻想未来公司发大财 然后以过高的股价买到一家公司的股权 最终一定是风险你来单 获利别人先拿走 之前航运股的常融股价净值比7倍 净值34元 股价来到233元 那时我就说这种投资很危险 但赚到钱的散户就都很凶很呛 现在常融跌到股价净值比0.75倍 那些散户却在那看衰会跌到14元 这就是散户过度乐观及悲观的实力 当股价下跌后 你就会发觉台积电没有这么好 这也是我和你说的 现在很多散户一直在看衰红海 那是因为鸿海股价不涨 股价净值比一直在一倍 但散户不论怎么看衰 目前你买进鸿海用时间就一定能稳赢 鸿海有上涨到200到300的实力 毕竟净值100.33元 一年能赚10到11元 未来又有电动车的题材 2024到2025年营收会增加一兆 电动车出奇的毛利率 获利又一定是比较好 加上原本鸿海在ICT的获利 赚到的钱就是会叠加上去 我不管散户什么时候对鸿海产生疯狂 反正我只要确定光鸿海每年赚给我的 就能打败所有的理财型产品 散户不疯狂 我就领股息 享受每年10%的资产增值 哪天散户疯狂了 涨到300元 400元 500元 600元时 才在那说鸿海是护国大海 股价净值7.6倍 股价760元是合理的 准备要上工1000元 那时看你想要多少鸿海 叔叔通通都到货给你 告诉你用时间就能稳赢 你在那给我天天看衰 告诉你风险很大 使你在那给我护国大海 那就不要怪我赚走你的差价了 卖你后 我虽然不认识你 但我谢谢你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长期持有鸿海稳赚 但散户办不到 二 投资赚钱不难 但你要有正确观念 网友Roxane说 一个月前我推荐了朋友夫妻 陆续买了鸿海共140张 平均价就在107元附近 前几天当股价跌到100.5元时 他们开始惊慌 当下我只能努力分享A大的影片给他们 他们也努力做了功课 因为今天鸿海的营收爆发 我对他们有了交代 而他们已成为A粉了 真的谢谢A大 A大回答 我给你一个强健他们心里面的方法 你和他们说 你持有满五年鸿海 赚的你们两平分 赔的算你的 你问他要不要 如果他说要 那你五年后应该是能赚20%到25%左右 他差不多也能赚20%到25%左右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鸿海一年资产就是增10% 持有五年赚50% 这就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 当他觉得赔的算你的 赚的平分时 他就不会再去看股价的波动 心里面自然就健全 有一些父母以买给小孩的方式健全 自我心里面 因为他们觉得买给小孩子 放在小孩的户头 这个是他们的 本来就是要放20年 所以其肩股价要波动 也不会让他们内心细一堆 我说过 中长线价值投资需具备 一 基本面 二 产业面 三 自我心里面 很多人基本面 产业面还行 但就是自我心里面常常在那崩溃 因为台湾的新闻及媒体 每天就在那播一些新闻 那些新闻就是为了抓你眼球 就会下很夸张的结论 什么核战 什么世界末日 什么股市崩盘 什么雷曼在线 你每天又会接触到那些新闻 如果你自我心里面不健全的话 自然很容易就崩溃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天天都会来我的文章及影片区报道的原因之一 虽然我说的东西很多是相同的 但我会从不同的角度 还会常常举一些股市陷阱及别人犯的错 你越是听 自我心里面自然就越健全 通常你只要一星期或一个月不要来看我的文章影片 然后去看新闻及媒体 你很快就会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及恐慌 那些媒体真的就是这么夸张 你看哪一个大老板或是巴菲特会常常在那买来卖去的 绝对是不会的 但那些人却是股市中最大的赢家 很多散户看到五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的大老板及巴菲特赚钱后 他们会在那说哼大老板成本这么低 长期持有成本都零了啦 他们坏透了 坑杀我们这些散户 也会有人说外资群长期成本很低啦 几乎零成本啦 现在在台股中提款 有时听到这些话时 我就觉得很想笑 既然你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厉害 很贱很坏 有人规定你不要这样做吗 你可以买鸿海 然后持有十年 然后都不要动 十年后你鸿海的成本就是零了 这时你就会成为散户眼中那些坏蛋了 但你自己爆股票后 你才会发觉 原来爆股票也是一种学问 很多人都爆不住股票 原因不是因为公司基本面不好 而是他们自我心里面常常在那崩溃 有一些是因为贪心 觉得可以先卖再买 低买高卖赚差价 不论你是哪一种 你连股票都爆不住了 就不要去骂巴菲特 大老板及外资群了 别人抱得住 能抱十年 二十年 这也是一种功利 我看一些散户在鸿海中玩短线 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都是赚几百 几千 一两万 我说 如果你要这种小钱 你不如就去信贷 直接 理财型房贷 你开了一倍杠杆后 一样报 十年后你看一下能赚多少 一定是比那些每天这边肯肯 那边咬咬的多赚很多 那些人只要能短线赚钱 他们绝对不可能一口气把所有的资金投入 一定是要资金配置 而且在一个区间中分批买卖 我举个例子 你有100张的资金 鸿海股价在100到110元之间整理 你每一元就买10张或卖10张 在110元时你手上是0张 在100元时你手上是100张 平常在105元的话 你就仅持有50张 另外50张一定就是在银行活存 你这样策略看似很灵活 但却都仅赚到一点点 只要鸿海股价超过111元 你就出局了 鸿海一年赚10到11元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股价会涨上去 每一次涨真的或假的 你与其这样玩 不如就是100张的资金 然后去信贷 股票直接 理财型房贷 然后买到200张 这样最终的报酬率 一定会比你在那这边咬咬 那边肯肯来的高 重点是 你还不会因为多赚到钱 而错失了鸿海股价上涨的机会 网友凯文提问 战争不结束 天然气的问题 应该会导致欧洲许多中小企业倒闭 美国继续升息 资金往美国回流 股市怎么好呢 公A大回答 记住一个大原则 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 只要人类活着 经济就一定是存在 只有过热或紧缩两者 当Fed看到过热造成通货膨胀太严重 就会开始积极的升息 回收市场资金 让经济降温 通货膨胀在可控制的范围 一旦经济很差 这时就会造成经济紧缩 造成通货紧缩 这时Fed就会降息救经济 知道这个道理后 不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只要人类还活着 经济就会继续 至于天然气的问题 有人要付出高的价格买 那就会有人用高的价格卖 一买一卖成交易 有人花了大钱 有人赚了大钱 一些中小企业倒闭 一定会有新的企业补上 人类通常都是往有利的地方去 现在会倒闭的公司 那是因为体质不好 当初在经济过热时过度扩张 当然在Fed升息 这些体质有问题的就该倒闭 白话文就是 今天全人类需要100万斤大米 本来有100家在卖 结果因为经济大好 变成有200家在卖 里面掺着一些新公司 体质不怎么样的公司 当经济紧缩时 人类的需求还是在那 只要变少一些 这时就会倒闭掉100家 剩下100家适合的公司留下来 这和公司道理一样 适者生存 越是在这淘汰能活下来的 竞争力 体质就越好 所谓的股市最理想是反映公司的价值 但股市中有投资 投机的人太多 所以造成了股价和价值之间会有很大的差价 Fab升息及降息只是在修正股市中股价及价值之间的差距 当你了解后 你不用担心股市整体是不是会好 你只需要知道自己持有的公司是否有价值 在2020到2021年之间很多题材股如耳温腔口罩口罩原料疫苗面板钢铁航运等那时股市也是大好但这些个股也在股市大好完成了一个多空的循环很多散户在这些个股中也受了重伤那时股市在1.6到1.8万之间股市大好只要你不懂公司是否有价值你还是有可能受重伤股市不好如果你持有的 以私有价值你还是能赚到钱然后等待下一次股市行情再起时如果现在想要撤出股市了不起就是只有台币定存美金定存保单基金债券等这些理财型工具还比不上红海目前的报酬率就算股市不好你持有红海还是能打败这些理财工具只要你懂这道理这样就足够了 红海在10月4日开出9月营收月增83%年增40%后红海股价上涨其他苹果概念股涨得更凶很多散户直接就幻想红海好其他的应该也会更好现在9月营收都开出来了台积电月减4.53%年增36.4%这时有人说台积电年增36.4%也很不错啊 其实你要看台积电7月及8月的表现7月月增6.19%年增49.9%8月月增16.8%年增58.7%看得出来问题了吧 市场普遍认为台积电年增5到6成是合理的结果9月仅年增36.4%很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看到红海月增83.2%年增40.40% 会觉得台积电会更好可能也会是年增70%到80%之类的结果年增还比7到8月差 星期五晚上开出9月营收后台积电ADR晚上就大跌个6.19%交个朋友了 再来看一下大力光月增14.9%年增22.3%表现的算还行但没有红海这样夸张的好 接下来看同样是代工的合硕9月营收月增11%年减13.5%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苹果14卖不好但苹果14高阶版的pro及pro max卖得很好 红海9月营收爆炸好合硕还年减最后看一下同市红海集团的真顶ky月增22.6%年增31.2%确实红海好 整个集团看起来就都很不错这就是之前刘董说的中高阶苹果产品不受通货膨胀影响 在疫情回归正常后员工们都回到公司上班这时公司也会采购一些比较高阶的NBGPC给员工 看完苹果概念股后我们来看一下代工厂9月营收的表现 红海9月月增83.2%是第一名伪创月增21.7%是第二名 第三名是人宝月增17.7%第四名是英叶达月增14.8% 第五名是河硕月增11%最后一名是的广达月减8.43% 在年增部分第一名是广达年增47% 第二名是红海年增40.4%第三名是伪创年增13.2% 第四名是英叶达年增0.17% 第五名是河硕年减13.5% 最后一名是人宝年减17.3% 除了红海以外的5家代工厂9月营收总和为4987亿 仅是红海9月营收8223亿的六成 之前我说过我在5年内看不到能威胁红海的EMS厂 原因除了红海做了垂直一条龙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红海的资产有4兆 其他的代工厂加起来都比不上红海 代工业又是需要很大资金才能做很大生意的产业 除了红海在本业ICT近5年没有对手外 最近红海发展的电动车事业 现在都出了Model B C E T V 是由哪家代工厂已经把车做出来了 红海在ICT产业遥遥领先同业外 在新事业也遥遥领先 所以想要打败红海 那真的是痴人说梦话 只要没有人有能耐威胁红海 那红海就能持续的一直赚下去 每年以10% 资产的速度赚下去 之后电动车营收及获利跌加下去后 可能就是15%甚至20%的赚下去了 记得在年初时 我和大家说大盘如果要跌的话 台积电一定要跌 毕竟台积电占大盘权重的三成 1月初时大盘净值比大概快要接近2.5倍 那时我说以历史统计来看 确实大盘合理就是在大盘净值比1.5到2倍之间 当大盘净值比落到2.5倍时 确实有可能会修正 我也告诉大家台股大盘净值比来到2.5倍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台积电 当台积电股价来到688元时 净值约90元 股价净值比7.64倍 我找了历史资料和大家说台积电正常的大盘净值比是3.2倍 在2020年FED降息疯狂印钞票前几年 台积电的股价净值比一直是3.2倍附近 我也说过 FED升息 回收市场资金 要也是从台积电这边去修理 但持有台积电的人就在那说 台积电天下无敌 技术独步全球 股价上看1000 获利年成长三成 那时我说台积电净值90元 一年赚23元 就算今年给你赚30元 获利年年增 那也需要5到10年 获利别人都拿走 留下来的警示风险 持有的人对台积电信心爆棚 散户也觉得跌破600元的台积电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时我和大家说过了 因为台积电在2021年整年在600元附近整理 所以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中了锚定效应 在2022年初台积电再从600元向上拉抬到688元 一些贪心的散户以为接下来要到1000元了 其实从600到688元是故意打一个高点的锚点给散户 为了就是向下杀石散户向下滩平 锚定效应我已经说过M变了 很多人一直说我说的东西重复了 但你还是会重复的掉进这种陷阱中 我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是不是常常拿红达电 大力光 美德一 红旗之类的公司举个例 说股价曾经到多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公司有没有价值 公司真正的价值100%一定是在净值 一家竞争力一流的公司 能持续的获利 稳定配息的 通常股价不会在净值 但如果距离净值太远 那种公司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试想 红海净值100.33元 一年赚10到11元 股价如果来到净值比的7.64倍 那等于就是764元 你买到红海这价格 我一定不敢和你说稳赢的 通常一家竞争力一流的 股价净值比来到1.5到2倍 我觉得这就是蛮合理的 毕竟开一家能稳定赚钱的公司 那谈何容易 是有谁这么蠢把一家能稳定且持续赚钱 连续配息 有竞争力 有远景的公司已禁止卖你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在那说 不要和我说大盘现在几点 会不会跌 那都不重要 以目前红海的股价来看 不敢买的都是傻瓜 会卖的也是够蠢 你自己开一家能稳定赚钱的公司后 你会已禁止卖人吗 不要开玩笑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红海股价很委屈的原因 红海股价之所以在大盘跌了5000点都不跌 就是因为投资红海单纯用时间就能稳赢 现在这价格还是很委屈 最重要的一点是 目前市面上的任何理财工具没有一项能打败红海给你的报酬率 一些人手上有ETF 保单 台币定存 美元 美元定存 基金 投资型基金的 你们是不懂那些报酬率有多差 你才会对这些理财工具有想象空间 很多人听我说完了这些理财工具的问题后 就都会去止损或解约这种被骗几年 十几年的理财工具 现在很多散户被洗脑买ETF 那些主题式的ETF都烂透了 还要每年收你管理费 那为什么很多网红 新闻 电视会说ETF 基金好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发行ETF可以让券商赚很多钱 所以券商会请网红业配 也会花钱买广告 大概就仅有我这种常常在挡人财路的人会告诉你实话 你想想 卖你保单及基金的人 他们能抽大量的业绩奖金 当然会吹得天花乱坠 反正保单 基金都是持有十年 二十年的 那时那个业务还有没有活着或在不在职 那都不一定 所以当然一开始就吹得一副会飞的样子 这和一般讨论区一些达人在介绍你投机股 生计股 新药股是不是一样的 当初达人推销疫苗股时 因为在风口上就一副很拽的说 谁和你看营收 看获利 看净值 净值16元 股价吹牛到400元 结果现在天天跌 眼睛张开也跌 你睡觉也跌 跌到70到80元了 净值因为现金增资来到26元 获利 营收都还是零 你觉得70到80元算低吗 真是爱说笑 跌到20元也是行的 一些疏惨的散户 现在已经把头埋到土里了 有一些人还会中了 锚定效应的一直在摊平 我只能说 就一个字 蠢 那种股价极不合理的 就在那吹牛吹的一副会飞 红海这种稳赢的 就觉得太慢 那就活该你赔钱了 文章出自 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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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海撒吧 吼海撒吧 摇滚去了 太阳外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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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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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